我们都知道这就是 国家的保护国家之名 从国家的国家进入 进入国家 这是大事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狂人总统上台后 以保护国家之名 签署的穆斯林国旅游禁令 如今不再是说说而已 旅游禁令屡屡遭法院党下 特朗普提出最终上诉 出现了逆转声 最高法院星期一宣布 受理上诉案 同时认为 下级法院推翻行政指令的 做法不妥当 更限制了总统应有的权利 九名大法官一致同意 在裁决出炉前 执法部门可以执行行政命令 禁止六个穆斯林为主的 国家人民入境美国 包括伊朗 利比亚 索马里 苏丹 叙利亚和野门 为期90天 同时冻结难民安置项目 长达120天 不过和美国有关联的人士 则不受限制 既令其使回声 特朗普自然是难掩兴奋之情 在声明中形容 这明显是国家安全的胜利 还说这是保卫国家的重要工具 特朗普早前已经要求官员 在法院亮绿灯后的72小时后 开始贯彻执行 这也意味着移民限制令 这个星期内生效 备受争议的禁令败布复活 对身处境内的穆斯林来说 如同极端思维死灰复燃 他们必须要用于摄影的 随着最高法院做出的这项裁定 也意味着只有能证明自己和美国公民及团体有确实关系的人 才可以获得美国政府保护 大法官将在10月听取两造辩论